你只有普通人的身高 凭什么才聚首横行的NBA战地为王 斯坦说 有你是联盟的荣幸 但为了限制你 联盟却两次修改规则 你的斗志让同时代的强者望而生畏 可年轻的球迷 却并不知道你的强大 17岁寒冤入孕 媒体想把你塑造成反面教材 和普顿的贫民窟 教会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你却用沾满血迹的双手 整开命运的加速 谁无年少轻狂过 江湖一场英雄 陈世小文情何在 斗破云霄战苍穹 每个人 都是自己故事里的敲单 而你 永远是费城的唯一答案 薄弱于风 烈言长空 天若渡我 天亦可灭 我是小明 欢迎收看黄金一带系列 阿伦FC 斗破苍穹 在汉普顿的贫民窟里 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也随处可见 安艾夫森在15岁时 便诞下一名男婴 由于他的生父是个负不起责任的可怜虫 所以他只能身兼数份工作 独自将其带打 虽然 他后来重新组建了家庭 但艾夫森的继父不是在炖橘子 就是在去炖橘子的路上 本就贫困的家庭又多了两个女儿 在艾夫森的童年记忆里 家里总是无缘无故的停水停电 下水关破裂的污水 经常流到满屋都是 空气中总是弥漫着腐臭的气息 导致他的妹妹体弱多病 然而 只要到了橄榄球场之上 艾夫森就能肆意地展现自我 用无与伦比的速度 细刷那些身材高大的对手 教练说 在艾夫森的眼里 闪烁着永不服输的光芒 他会成为弗吉尼亚州有史以来最好的四分位 但这个梦想 却被一双乔丹篮球鞋给打碎了 在艾夫森九岁那年 母亲安不知道发哪门子神经 用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 给他买了一双乔丹排的篮球鞋 此时的篮球之神才刚刚进入联盟 而且第二个赛季 就因为左脚骨折缺击了大部分比赛 耐克公司都做好了破陈的准备 但穿上篮球鞋的艾夫森却无形中按下了逆天改命的按钮 升入贝特立高中之后 艾夫森在篮球场上已经所向披靡 一招简单的变相从右路突破 完全无视任何防守人的存在 强断后的抱口也是信手拈来 与此同时 他在橄榄球场上同样无解 瞎眼可见的天赋让他成为了高中体育界的风云人物 笑话塔瓦娜就是在这时被他俘获了芳心 此时的艾夫森似乎有着一片光明的未来 各大名校会为了得到他争的头破血流 然后成为NBA或者NFL的传奇巨星 可人这一生最悲哀的便是 在错误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世界 即便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也可能会为走错一步而抱憾终生 在艾夫森的高三赛季 他代表贝斯尔高中拿下橄榄球和篮球双辽MVP 但仅仅七天之后就遭到了法院的起诉 在一起涉及多达50人的恶性斗殴事件当中 虽然监控拍下了他提前离开的画面 然而对方所有的证词都把矛头对转了他 再加上他没有钱去请律师 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作为一个名人 艾夫森还没来得及帮助家里减轻负担 就面临长达15年的刑期 被关进监狱的那一刻 艾夫森曾无助地问他奶奶 我没有做他们说的那些事 为什么上帝对我如此不公平 奶奶则说 孩子永远不要质疑神 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监狱的日子比想象中的更加难熬 艾夫森每天凌晨4点会被看守叫醒 然后开始做苦役 27英里范围之内 但凡是绿色的东西都得除掉 人们会给他传来诅咒的字条 预作给了他一个带着小型套的布袄 上面写着阿伦艾夫森的名字 所幸的是 上帝并没有完全放弃这个孩子 不断有人上街游行 记者汤姆布洛考 也通过自己的力量为他发声 终于在入狱四个月之后 周长有条件赦免了他的罪状 重获自有的艾夫森也宣称 再也不会置于神 不过当下有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是神不好出面解决 受到当时风贫的影响 没有任何大学愿意收留他 艾夫森原本清澈如水的眼睛 在此时多了一份忧郁 他需要一个可以证明的机会 哪怕只有一个他也必将用生命去实现 母亲安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大学 总算打动了乔治成的约翰·汤普森教练 这位培养出游鹰 莫宁 木头姆伯的传奇 从艾夫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们都遭受过许多的不解 现在是时候 一起去对抗这个世界了 艾夫森的第一个纹身 正是乔治成大学篮球队的吉项目 已经阔别了赛场将近一年的他 在代表乔治成的首战 便半场哄下30分 自家的中方还没跑过半场 他就已经把篮球放进了对方的篮框 除此之外 大一的艾夫森还当选了 大东区最佳防守球员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他已经成为了所有后卫的恶魔 汤普森教练在球场上 给足了艾夫森足够的自由 但在生活中却严苛的发指 每当艾夫森在学校惹了事 他就会用让人毛骨悚然的语气闻道 你想回到贫民窟吗 你希望你的妈妈辛苦一生吗 你想让你的妹妹继续受苦吗 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习惯了我心我素的艾夫森 在汤普森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威严 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后盾 他便可以把精力全部放在篮球身上 大而在即 他用一次次奋不顾身的冲锋 带领乔治诚打进精英八强 因为各种大大小小的伤口风27针 体育画报如此总结到 即便对联阿伦 谈比 邓肯满怀进入 可如今全美第一大学生 是乔治诚的二年级后卫 阿伦艾夫森 在历经生活最黑暗的时光之后 艾夫森存活了下 似乎是要开始享受完美的那一面 而当他回到依然充满福气的家中 看着生病的妹妹以及刚出生的孩子 他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否提前参加1996年选秀大会 在汤普森的执交理念下 只要见了乔治诚 就算你是乔丹 也得老老实实 给我读完四年大学 特别是像艾夫森这种桀不逊的言王 更是需要学会 如何去和世界和睦相处 但这一次 他却罕见地开了绿灯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贫困的家庭 需要有人赚钱 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是艾夫森 不和世界打一架 恃不罢休的终极斗士 这是最艰难的路 也是他的必经之路 1996年3月 艾夫森正式宣布参加选秀 并给自己取了一个行走江湖的绰号 当费城拿到状元签的那一刻 总经理克劳斯的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但仍有不少专家指出 76人已经拥有了90年状元 克尔曼 赫斯塔克豪斯 他们不再需要一名以得分为主的空位 马步里才是他们的首选 更有人质疑艾夫森 1米83的身高 不过就像克劳斯所说的那样 整个费城都想要得到艾夫森 在成为状元的那一天 记者向艾夫森提问 你觉得联盟有人能防住你吗 正如汤姆森教练所担心的那样 心直口快的艾夫森回答道 在一对一中没有人能防住我 所谓艺势机器千层浪 当时就有专家挑出来纸子吧 作为一名身高1米83的小个子 他的上限就是场均10分5篮板 而且这是一个属于乔丹的市场 他应该对前辈有最基本的尊重 带着这样的指引 艾夫森在代表肺肠的厨子战里 19投12中拿到了30分6助攻 然后生涯第二场比赛 他就在赛场上遇到了那个芝加哥鲁兰 手自近距离地看到偶像 艾夫森的双眼都被大神之光给填满 然而乔丹一上来 就发出了灵魂拷问 听说你不尊重我 感受到威胁的艾夫森 立即进入了战斗状 在篮球场上 我不需要尊重任何人 斯塔克豪斯赶紧过来了 拉住这个残忧 疯了吗 无论如何 也不要去惹怒那个鲁蛋 其实作为95年的叹化 新秀赛季的斯塔克豪斯 也曾有过挑战神的景 那场比赛他得到了11分 而乔丹疯狂地掌握了48分十篮板 血淋淋的矫径就摆在眼前 但艾夫森从来不会睁前顾后 迎难而上 才是他唯一确信的人生 只是由于双方的实力过于悬殊 公牛仅有两节时间 就建立了24分的优势 乔丹出战30分钟 整合27分 艾夫森则只打了26分钟 拿到15分 认识到现实的差距之后 艾夫森在圣诞夜前夕再一次出击 在一公牛的二番战中 攻下32分四篮板四助攻 虽然依旧无法战胜公牛 但在个人数据方面 力压乔丹的31分三助攻一篮板 而到了双方的第三次交手 艾夫森迎来了全面保走 23投15中拿到37分 并用自己标志性的变相运球 把帮助晃进了自己的基金里 到了赛季末端 媒体对艾夫森单场拿下30分的比赛 已经发胃 于是把矛头对准了76人的战绩 眼看着球队与其后才越走越远 心急如分的艾夫森开始回队媒体 我不知道一个空球后卫是怎样 我只知道要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就算必须要做得自私也无妨 聊下这句话好 艾夫森在面对公牛的四番战士 打满48分钟 狂轰44分8助攻 接下来对阵老鹰 他再一次打满48分钟 拿下40分10篮板7助攻 然后是对雄鹿的44分8助攻 对骑士的50分6篮板5助攻 对子弹的40分6篮板5助攻 创下连续5场40加的神迹之后 艾夫森终于堵住了媒体的嘴巴 并毫无悬念地当选年度最佳新雄 只是费城的战绩并没有太大起色 相比上个赛季 仅仅只多赢了4场而已 于是管理层炒掉了主教练汉尼·戴维斯 请来了学院派泰斗级别的名帅 拉里布朗 在帅领步行者血战纽约黑帮之后 布朗教练把自己精雕戏着 20年的战术体系 打造出了一种沉稳而坚韧的固定模型 中锋必须是最坚硬的蓝领 于是他用斯塔克豪斯换来盖帽达人拉特利夫 大前锋需要一定的射者 于是他找来了防守弓兵地龙小 小前锋必须是外线封锁者 于是他找来了贝卡出身的乔治林奇 空位越不点越好 于是他把之前几乎没有出场机会的C路提上手法 并把艾夫森挪到了得分后卫的位置 98至99赛季 三年级的艾夫森里亚奥尼尔 掌握了后桥丹时代的第一个得分忙 并率领费成时隔六年重返继合赛 首轮面对东部第三的奥兰东魔术 艾夫森用天神下凡的表现 让辩世哈达为黯然失色 半决赛对阵步行者 双方都是一个师父带出来的 对彼此的战术都烂熟于心 不过步行者的经验更加老了 总能以微弱优势打下胜利 最终把费城横扫出局 99至00赛季 艾夫森的场均得分来到了28.4分 但这一年的主角属于神功大成的奥兰 要不断把得分忙和常规散微屁揽入怀中 还在总决赛打出场均38分 16.7篮板的逆天数据 率领无人重新登上了紫金之店 而在东部半决赛 再次输给步行者后 艾夫森在休载起出了一张名为误解 的专辑 只是由于黑帮文化太过浓郁 遭到了各行各业的强烈谴责 最终还未发布 就被严密禁止 当时的艾夫森对此很不理解 因为在他的歌词中 讲的只是一种生活态 过去的生活塑造了他的现在 眼下拥有的东西 很可能会转瞬即逝 但否定过去 无异于谋财害命 只是这一次 他挖得太过头了 就连对他视如己出的布朗教练都无法忍受 他将管理层施加压力 要清理这个混石魔王 直到这时 艾夫森才幡然醒悟 从不低头的他主动找到布朗教练反省 我以前只是把篮球当游戏 从现在起 我把它当工作了 布朗教练 知道费长的机会来了 新赛季 他们用一部十年胜敲山阵务 今年 我们为总冠军而来 然而就在七六人风头最盛之际 伤病却开始在球队当中蔓延 斯诺因为脚踝鼓劣进入仰张模式 拉特利夫阴山赛季报销 艾夫森不得不提前开启杀神领域 扛着费城继续高歌猛进 2001年的全明星中 西部靠着内线的绝对优势 一直压制着东部 到第四节 一度把分差拉开到了21分 布朗教练不得不叫了一个暂停 面对镜头突然对准了 面如黑土的约翰·汤普森 于是神奇的事情开始了 艾夫森静止来到了技术台前 要不要跟我打个赌 我们能翻盘 杰森记得突然感觉到后背发凉 窃下来的九分钟 鬼知道他是怎么读过的 反正当比赛结束的那一刻 东部明星队以111比110 完成了惊天一触 汤普森教练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来自乔志诚的六英尺后背 终于成为了心中之心 比赛结束之后 乔志诚大学的另一名球员 木头目不感叹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全明星 简直跟总决赛一样 其实此时的美洲大山 并没有体验过总决赛 我全明星后的一场交易 让他赢得了这么一个机会 费城送出赛季报销的 拉特利夫和托尼库克锦 从亚特兰特换来35岁的木头目 这是一场那未来独当下的决定 大F3以场均31.1分和2.5次抢盾 把德分王和抢盾王两大奖项 拿到手中之后 满身伤痕的坦 带着一众亡命图般的防守兼兵 朝着奥布莱恩杯 发起最孤绝的冲锋 几乎在首轮 对阵步行者 90年代最冷血的刺客雷吉米勒 用一剂绝杀 为印第安娜先拔投尘 在乎F3把自己关进了小黑屋 闭关修炼一个晚上之后 他向队友传达了一个信心 兄弟们 我再也不想提前回家钓鱼了 第二战 F3风卷残云的狂懒45分 率领球队迎来一场大事 回到主场的步行者开始收缩防线 他们由肌肉棒子填满禁区 丝毫不给七六人渗透内线的机会 让F3硬是徒手扒开了铜枪铁壁 两场比赛 分别拿到32分和33分 帮助费成3比1 迈过了步行者这座大山 米勒赛后第一个送上了祝福 我相信 这只是你的第一步 但一定要担心 我身机的那条鲨鱼 东部半决赛 对阵多论多猛龙 达尔库里的三分球 帮助卡特先下一场 F4一手感一般 只得到36分 第二战他一上来就活离全开 独抗54分将比分扳平 分为四大分位之一的卡特自然不干净 他在第三场半场 扔进8级三分球 全场封较50分再下一程 随着战斗纪入白热航 乔治林齐赛第四场拼到受伤了一场 猛龙更加坚决地对F3实施包夹 但非诚难 硬是凭一己之力 把系列赛重新拉回到同一旗跑线 天王战略战 F3在常规散MEP的加持下 再次轰出52分 帮助非诚拿到赛 孤注一掷的猛龙 派出全队包夹F3 守住了多伦多的最后一个主场 强期大战 势在必须 F3打满了全场48分钟 用刷新职业生涯新高的16次助攻 率领非诚侥幸国关 东角的对手是米尔沃基雄鹿队 他们作用雷阿伦 塔塞尔 以及大狗罗宾逊 三个活将手 而F3的身体亮起了红灯 他们肩膀小臂大腿都受伤了 特别是在一次进球后的庆祝当中 兴奋过头的盖边 用力地拍了他的屁股 导致违追的救伤复发 第二战只得到16分 费成大败而归 为了保险起见 拉里波勒让他轮休了第三战 雄鹿趁机把大比分改写成2比1 然后答案回归了 他率领球队和雄鹿 熬战到最后关键时刻 双方都已经疲惫地看不出 他又一次在拼抢当中 挨了连安闻领 裁判见他血流固执 便让其下场接受治疗 但他就混着血水吞下牙齿 暴乱了球队的最后7分 强行把系列赛拉会同一起保险 就在这场比赛之后 思诺的脚踝再一次拼到鼓励 在这种情况下出战天王山 无疑是冒着永久性创伤的风险 但他没有退缩 并帮助费城拿到了赛地 地球战对抗再次升级 FC一上场就北斯科特·威廉姆斯 一周击中央后 接下来的时间 他开始满场追着威廉姆斯报答 疯狂掌博斯6分 和费城其他球员决断电 他们的防守不再牢固可破 当熊鹿轰散了110分 又是一场枪击大场 巨大的消耗 对于双方的体能 都是极致的考虑 这只艾夫森就像一个 不知道疲倦为何物的怪物 在冲下44分 七度红六篮板 时隔18年之后 北城其六人 终于再次登上了紫禁之地 而他们的对手 洛杉矶湖人 早已用摧枯拉朽的 十一连胜 荡平了西部 无论是中金打造的 开拓者星河战舰 还是华丽到吊渣的 萨克拉曼托国王 就连常规赛第一战级的马兹 都无法打破他们的不败精神 所以没有人相信 伤病满盈费成 能创造奇迹 可比更志在在前宣称 我们从不关心 下一个对手是谁 我们的任务 就是把他们撕碎 不过此时的小飞侠 还没进化成黑曼霸 多见胡人的带头大哥 无疑是海陆宫最强生物奥娘 他一上来 就拿年度最佳防守球员 穆大厨开创 率领紫禁军团 打出16比0的完美开局 可是好不容易打到这里的F3 怎么可能就此认输 他在绝境中摇破十指 召唤出战神真身 仅有半场比赛就斩获了30分 波浪教练后来回忆 那个时候的阿伦 已经超越了一个球员的极限 无论是可比还是费尘尔 此刻都无力抵挡艾弗森的攻势 就算禅师采用包夹斩术 也全都被他注意化解 无奈之下 只能逃出了压箱底的绝招 换上了影子模仿处专家泰伦鲁 同样的身高 同样的发型 虽然过去三年泰伦鲁的出场 时间寥寥无几 但他却在下半场 极大地消耗了艾弗森的体能 奥尼尔一点一点地 蚕食着分场 当他在加时赛命中阀篮 已经得到了这场比赛的 44分和20个篮板 洛杉矶的球迷 迫不及待地发出了横扫宣言 此刻体力已经透支的艾弗森 似乎已经被推下了悬崖 然而 他的脑海里 突然冒出了一句 汤普森教练的教会 别像个弱者似的愁眉苦脸 甭管你被打倒了多少次 拍拍身上的尘土 再笑着站起来 永远要相信梦想是可以实现的 世界总会说你不行 而你要做的 就是去和这个 说你不行的世界打一架 无论输赢 你都应当为自己感到骄傲 于是F3 再次召唤出战神金身 不禁瞬间追回了五分的差距 还在泰伦炉头上 命中了一起杀死比赛的跳投 虽然这个故事 没有迎来最完美的结局 满身伤痕的他 终其一生 也没能得到那位该死的戒指 但这就是生活 人生会遇到很多事情 与其在回忆里面 伤春悲秋 不如微笑着 去拥抱这一切 然后在你和职业生涯结束之后 可以问心无愧地 对着镜子说 你还是当初那个阿伦艾弗森 你定义了一个时代 目减依旧 答案永恒